你就是左翼, 對不對? 你这个问题很奇怪 你参加了那次的交换人生实验 对不对 为什么这么想 你觉得那种实验 真的存在吗 你又喧闹恐惧症 我在你家里 看到了这张照片 这一切的一切 真的太过巧合了 让我无法说服自己 秦亦然 你是故意让我看到那些东西的对吗 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 你又知道一些什么 我不知道你是怎样做出这个结论的 但我是谁 对你来说有那么重要吗 我是一位歌手 你是我的经纪人 这就够了 不是吗 你参加过交换人生实验吗 秦 秦亦然 秦亦然 不要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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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老师 老师不好了 今天奇迹女孩开机 初夏姐被一个男子挟持了 现在正站在剧组的天台上往下跳 挟持 报警了吗 剧组已经报警了 淼淼也受了点伤 我让她先去医院包扎了 一定稳住那个人 有什么要求就全答应下来 我现在就过去 好的 总算有机会报去年的仇了 我去 你什么时候醒的 不对 你不会再装睡吧 我就说你这身板子 怎么可能到现在都没醒 但你干嘛要装晕啊 那家伙欺负你吗 我还没准备好 臭香 给我离远一点 再靠近我就不客气了 发生什么了 他为什么要挟持出相 根据现在所了解的情况 这个男子名叫龚剑 是奇迹女孩中 一个叫江欣的女演员的男友 也是一位武打提神演员 昨天剧组临时取消了和江欣的合作 更换了选角 谁知道江欣当天晚上就出了车祸 弓箭把这件事归为剧组的问题 生了怨恨 于是早上冲荡剧组 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江欣的情况严重吗 刚刚确认过 伤得比较重 还在抢救 具体怎样还不一定 那弓箭他有提出什么条件吗 他只提出让我们不可以阻挡媒体的进入和报道 还提出过拿导演去换初夏 这角色是制片人让换的 跟我可没关系啊 我当时也觉得奇怪啊 因为江欣的演技很不错 已经和我们一起合作了好几部剧了 而且我们制片也一直很提拔他 临时换人这种事真是意想不到啊 制片他人呢 今早的飞机出国了 应该很快就降落了 现在这里里外外的记者 要是真出了什么事 我们这戏还怎么拍啊 我今天必须亲眼看了搞进灯上热点 你们别像暗地里搞什么妖魔子 宫剑 你冷静一点 江欣在医院很快就能醒过来 他之后还需要你的照顾 你要是出了事 你让他一个人怎么办 别过想这一套 医生明明 明明说他很有可能醒不过来了 你知道这部剧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吗 严昊这个角色 他就能够融化签约了 这是他唯一的机会 相信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演员 你是为他的男朋友 应该最清楚不过了 制片一直很提拔他 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取消他的角色 我马上能联系到制片了 你等我把事情弄清楚好不好 天台上的风大 你现在的位置太危险了 医生们正在很努力地抢救他 你要相信他不会舍得丢下你 我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退后一嫌 你也上前走一步可以吗 都已经在这里耗了这么久 也不急于那一时了不是吗 江新车货现场四周的录像 可以调出来吗 制篇 制篇回电话了 您好 我是初夏的经纪人 关于江新角色的事情 我想问一下具体的原因 剧组那边的事我听说了 对于初夏 我真的很抱歉 但江新的事你们真的都误会了 我一直很看好江新的 所以也一直想为他找一个好角色 让他正式出来 正巧呢 荣华也看上了他 所以我便找荣华沟通 将另一部短剧的女主角给了他 哎呀 我就是想闹闹他 才先告诉他角色被替代的事 但我晚上又立刻找他吃了顿饭 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了 我也不知道 我们才分开不久 他就出了意外了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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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 所以弓箭 这一切都是意外 这种时候 你应该在医院陪伴在江西身边 而不是在这里 做这种危险的事情 不要以为你现在随便 办一个理由我就可以原谅你们 对江西的伤害已经不可挽回 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 我们没有骗你 有证据可以证明 这里的几段录像 清楚地证实了刚刚他所说的话 你看啊 这是下午五点零三分 在剧组门口的录像 那个时候 他在给你打电话 当时的情绪 看得出很沮丧 你们挂了电话没多久 制片人便找到了他 紧接着 他们去了附近的餐馆 这是餐馆门口的录像 你可以看出 江西进出餐馆前后的情绪 明显是不一样的 这是出事路口的录像 江西刚想打电话 就出了意外 我想 他的那通电话 应该是准备给你报喜的 您好 江西的手术已经结束了 讲究很成功 现在已经被退入病房 过不了多久就可以醒过来了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弓箭 现在事情的原位 你已经知道了 江西很快就能醒来了 你也从那边下来好不好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这两天 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媒体 会去医院 我们得保证江西 有一个安静 且舒适的环境养身子 对了 还要和制片 协调心细的静坐时间 你也很想看看 她出演的女主角色 是什么样子的吧 我 你想想 江西醒来 一定非常想见到你 而且初夏是无辜的 你本是个好人 不要再做傻事了好不好 你现在 从上面下来 我们一起去医院好不好 你是初夏的经纪人吧 嗯 我是 希望她以后 也能找到像你一样的经纪人 初夏 今天的事很抱歉 吓到你了吧 我不该做这种蠢事 但事已至此 我已经没有脸面再见江西了 帮我跟江西说 祝福她实现自己的梦想 快去帮忙 快去帮忙 你放心了 你说你 干嘛一定要逞英雄 这些事 交给专业的人去做不好吗 你猜多大块头 几斤几两啊 就敢去拉一个一米八几 一百四五十斤的人 万一被拽下去 你看你 你看你 这么一大片都磨破了皮 痛死你得了 好 我知道了 我当时就是下一世 根本没想那么多 我以后会注意了 不会再做这样危险的事了 你最好说到做到 初夏 你们这边没什么事吧 今天是我们的失职 不该让你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不爱是的 我那时根本没想这么多 而且都是我自己不小心 江西醒了吗 考虑到江西这阵子需要人照顾 所以延迟了对弓箭的拘留时间 这一点 初夏这边 当然没问题 他们现在都很需要彼此 之后还要麻烦警官 配合电视台帮忙澄清一下了 这个你们就放心吧 怎么了 不舒服吗 昨晚没睡 有点累而已 一会儿还要去跟那些媒体打打招呼 省得冒出一些乱七八糟的言论 你这么累先回去休息一下吧 这些事 交给赫世盟他们做就好了 我没事 一会儿 我还要先去趟秦亦然那里 对了 秦亦然那边怎么样了 你昨天神不守舍的 说话也说不清楚 发生什么事了 我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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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条ť的 路市那边的东西查完了 都是一些商业上的东西 跟我们的事情无关 所以 上面的人觉得 他那里应该是没有问题 让我们暂停调查 好 我知道了 你一句知道了就完了 你不觉得这样很草率吗 我们之前之所以怀疑他 那些根据 就因为这一份文件 全部洗刷了 那不然 你跟上面抗议一下 我抗议过了 那不是人为言轻吗 我们本就证据不足 调动人手行动了一次 也没查到些什么 他们不认可也是正常的 先这样吧 如果后面有新的发现再说 我们每次不管前期 准备多么的充足 一到关键的时刻 总是一场空 你说 我们这边会不会有内鬼啊 那你觉得是谁呢 不就是不知道吗 要是有个目标倒也罢了 但我们这么多人 消息并不完全互通 如果真的和我猜的一样 那这个人 在我们这边 一定有着相当的地位 又或者 那鬼不止一个 你这话说得我一极灵 不说这个了 你什么时候约他他 明天 那我一会儿过去找你 上头的命令 好 我知道了 我一会儿过去 我一会儿过去 我本来想明天约你过来,昨晚没休息好吧,今天又忙了一天,应该先好好休息一下。 我没事,看来你已经想好,怎么和我解释这些事了。 我想先再听一下,为什么说我是左翼。 我记得上次跟你去孤儿院的时候和院长聊天,他说你成名之前,也就七年前,曾失踪过一段时间,回来之后,就喜欢把自己一个人关在黑漆漆的房间里,和之前比,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而那一年,正好是左翼失踪的那一年,左翼失踪前见的最后一个人是你,你有他最珍贵的手链,把他的全家福当作宝贝一样。 甚至生了和他一模一样的病。 你也许会说,是我强行把左翼的影子夹住在你的身上,但我所了解的秦毅然,有什么理由会有喧闹恐惧症呢? 如果换一种思维,当年你和左翼都去参加了交换人生实验,那这一切就又莫名说得通了。 如果像你说的,我是左翼,那你觉得真正的秦毅然去哪里了? 心里完全正常的他,又为什么会消失? 名字真的这么重要吗? 换一个名字,身份,我就不是你面前的我了吗? 还有,你为什么这么在意左翼的事情? 说了半天,你还是没有告诉我答案。 好吧,既然你这么执着地想要一个答案,你猜得没错,七年前,我确实参加了交换人生实验。 你猜得没错,七年前,我确实参加了交换人生实验,其实我自身并没有什么欲望要和别人交换人生。 报名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丰厚的报酬,那个时候我满脑子都是小宝的病,甚至都没有去考虑过他的真实性,而我交换实验的对象就是左翼。 我们提前一个月就去到了实验室,每天除了做一些基础的训练,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尽可能地观察,了解彼此。 所以,我几乎知道了他所有的事情,包括他的社交圈,他所在意,重视的东西,他不喜欢的事物。 我们互相吐槽彼此的习惯,天天学着对方的样子搞怪。 我们都喜欢音乐,所以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坐在一起创作。 他真的是我这辈子,非常少有的朋友之一。 但很可惜,一个月后,我们的交换实验,却失败了。 失败了? 嗯,实验失败,我和他都昏睡了两天才醒过来。 然后又在实验室的安排下,回到了各自的住所,我收到了实验的报酬。 小宝的病情也得到了及时的救治,但很快的,我就发现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 在近距离被人群围绕的时候,我的耳边会出现一些幻听,我非常恐惧那样的声音。 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做出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 我找了医生检查才知道,我患上了喧闹恐惧症。 紧接着没几天,新闻就爆出了左翼失踪的事情,我很担心她。 所以去了当时她的住所找她,人不在,只有那张相片掉落在地上。 所以,你不是左翼,你只是和她一起参加过交换人生实验,所以才会了解她的事情,又因为实验的问题,意外得了和她一样的病。 是这样。 那实验结束后,她失踪之前,你们没有再见过面吗? 实验结束之后,我不过一次她的电话。 因为我准备参加放肆把男孩儿,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她。 电话被接通了,但是没有声音。 我以为是信号原因,可再拨过去,就变成了关机状态。 直到。 直到什么? 直到她失踪新闻爆出后的一个星期,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是她打来的。 直到她失踪新闻爆出后的一个星期,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是她打来的。 那是个晚上,电话那头全是风声。 我问她,我问她她在哪里,她说她自己也不知道。 她说,身为左翼,她过得很辛苦。 但无关其他,都是因为自己的关系。 喧闹恐惧症让她很痛苦。 她也想过要克服,但无论如何努力,她都做不到。 她觉得很抱歉,离开前,她想了一圈打电话给谁。 有想过打给父母,打给妹妹。 但是她怕她听到她们的声音,自己就心软了。 她说,如果有下辈子,她只想做一个简简单单的音乐人。 抱,抱歉,我来收拾。 她跟我说了再见,然后很久很久。 我等到第二天早上,电话的那头都不再有声音。 虽然所有人都不愿意承认, 但我知道,她不在了。 没事吧,给我看一下。 没事吧,我突然想起来初夏那儿还有点事需要处理, 就先回去了。 抱歉,这些就麻烦你了。 其实你可以告诉她,你。 左翼不会回来了, 她不该一直活在她的阴影里。 对不起。 来。 让我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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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去冲个澡吧 别着凉了 想什么呢 自从秦亦然演唱会之后 你就一直心不在焉的 你现在是不是会自己藏秘密了 什么都不跟我说 你好 请问是 你好 我是 我叫严寒 有一点私事想找你聊一下 请问你现在方便吗 你们聊 我先去洗个澡 这是我的个人简历 如果你觉得我还不错 是否可以考虑和我签约 不好意思 我现在手上的艺人已经饱和了 没有精力再带一个新人 这对你对我都不负责任 我们公司还有很多优秀的经纪人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把你推荐给他们 不要 我只想你当我的经纪人 严寒 我今天还有事 签约的事我们就下次继续说吧 希望您回去可以先仔细看看我的资料 哇 鱼浪真的帅帅了 耍帅 也不知道女孩子们喜欢她哪一点 喂 你敢说我的歌不好 谁说你的歌不好啦 只是说你长得丑 纪语童 喂 有本你别溜啊 你给我过来 老师 自从鱼浪把这首歌的后半部分调整了之后 我觉得它更适合在演唱会开始的时候演唱 嗯 我也觉得 纪语童走路被石头扳倒 鱼浪演唱会上唱歌走掉 纪语童出门被狗追 你这家伙 嘴巴真毒 哪儿比得上你啊 再说了 我都没进 鱼浪八十岁才找到第一个女朋友 鱼浪八十岁才找到第一个女朋友 你有二十五岁 一米七五大长腿 腿上都长满腿毛 哦 中了 哎呀不跟你玩了 烦死了 我要去趟秦亦那 跟我一块去吧 你自己去吧 我一会儿还有事 哎 放心好了 我跟徐岛是老朋友 他之前的工作 我会跟他对接好的 哦 那接下来就辛苦您了 我一会儿还约了人 就不打扰了 好 那我们有问题随时联系哈 好巧啊 又见面了 严寒 你还记得我啊 一会儿有空吗 一起吃个饭 不好意思 我跟其他人有约了 哦 这样啊 方便带我一起吗 看来是不方便了 但还是想耽误您几分钟的时间 我的资料您看了吗 啊 签约的事情我希望您可以考虑一下 呃 我呢是个很自觉的艺人 我可以自己找通告 自己拍摄 不会花费您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的 而且 我也认识一些知名的企业家和艺术家 这些资源呢 我也都愿意拿出来和您的其他艺人分享 啊 我可以问一下 你要我当你经纪人的真正原因吗 啊 其实 我是陆维的粉丝 所以想和他签约一个经纪人 跟他认识一下 经纪人姐姐 怎么看我也是和林乐文完全不同赛道上的小狼狗 签下我你不亏 考虑看看嘛 签约的事我会再想想 不管最后的决定如何 我都会给你回个电话 你看这样可以吗 当然没问题 那我就等您电话了 马老师 我想你也知道 乐文凭借童年成名 但却被套进家庭剧的笼子 这么多年 她一直无法摆脱这些标签 也极大程度限制了她演艺道路的发展 现在这个时候 让她再次参演童年的续作 或许可以掀起大家对童年的回忆 但对于乐文却并不算得上是一件好事 我明白 但童年计划拍续作的风声已经放出去了 大家都非常期待 让乐文继续饰演食安 这个角色太深入人心 也不适合找其他人出演 我希望乐文能看在往日的情分上 帮我这一次吧 马姐 我理解你的心情 林乐文对童年也很有感情 我看这份策划案上 还没有提及后期剧情的设定 我想知道 剧作方面是已经有预案了吗 乐文的参演是这部剧最关键的一环 所以我和我丈夫商量 先找乐文定下这件事 再做后续安排 那你们是否考虑 让童年的第二部跳出家庭剧的范畴 您的意思是 时代不一样了 如果我们依旧延续童年的剧作方式 那也就等于矿定了观众群体 现在的年轻人未必喜欢 当然 这件事我们还要细细去聊 也不是今天就能完全定下的 您说的有几分道理 其实这方面我也想过 只是 又有其他方面的担心 那个 其实 我有一个想法 我得出去接个电话 你们先聊 你就把自己的想法 多告诉马姐就可以了 这件事后续还有很多细节要聊 没关系的 这几天是不是有一个叫严寒的人去找过你 这是老爷子的意思 不然呢 我们家这个小公主的事情 我可不敢擅自决定 好 我知道了 陆瑶那丫头谈恋爱了 他才多的 谈就谈还要把男朋友带回家 是哪个臭小子 我这就过去把他搞定 让他再也不敢靠近陆瑶半步 看不出 你还挺关心瑶瑶 关心什么呀 他怎么可以在我之前找到对象呢 不对啊 我记得他不是有婚约来着 少爷 门口有个叫严寒的小伙子找您 你去见见吧 如果让他进来 你今年的零花钱就都别找我要了 严寒 谁啊 就是那个臭小子 他有胆子过来 你说陆瑶那丫头那么小一个子 怎么就喜欢那么个大高个儿 平时说话脖子不累嘛 不过我刚回来路上查了一下 严寒竟然是霍宇的外孙 如果我们能借他跟霍家搭上关系 你觉得老爷子让我决定瑶瑶的婚事 是什么意思 你这么一说 这件事都复杂起来了 那陆瑶这件事你要怎么办呀 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 抱歉 是不是打扰你了 没事 手上的事情刚刚告一段落 有什么事吗 这几天是不是有一个叫严寒的人去找过你 严寒 嗯 没错 他说是你的粉丝 想跟我签约 这件事算我拜托你 不要去管他 他现在是有经纪公司的 你认识他 为什么 家事相关 嗯 好吧 我知道了 嗯 麻烦你了 银行 银行 老师 银行来找你签约吗 怎么 你认识他 当然了 你等等 你看 你看 这都是我收藏的他拍摄的一些东西 他最近在摩托行业挺火的 又高又帅可乃可狼 怎么拍都好看 不过 不过 我记得他现在是在初醒旗下的 初醒 他唱歌不错 嗯 嗯 还可以 还可以吧 我觉得没有平面做得好 老师 你是要把它挖到我们公司吗 本来有考虑的 但是你们家陆教授发话了 不同意 这跟陆教授有什么关系啊 不是说是粉丝吗 我知道了 你知道了 不会是严寒对陆维老师有什么不可高人的 哎 别乱猜了 否则让你们陆维老师知道了 看你怎么办 之前只是远远的在观众席见到过又城 今天总算是追星成功了 杨老师也喜欢看音乐剧啊 当然 就是爱看 当初才歪打正着的签了签签 对了 你之前说又城正在筹备新的演出 剧本之类的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吗 当然 这只是出版 又城还要跟作者一起调整里面的细节 我们想邀请千千 饰演女主的角色 又城是音乐剧领域的佼佼者 你看上的剧本我肯定是放心的 千千啊也是个经验丰富的音乐剧演员 我相信她出演的角色也能让又城满意 能和千千合作 我相信这部三人公寓一定会获得理想的成绩 这是我初步做的一个计划表 里面有一些时间点 你可以看一下 时间上没问题 这部音乐剧的角色我很喜欢 也愿意无常参演 无常 我可以保证参与这部剧全部的排列 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达到李又城老师的要求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是这样 我们明天出国呢 其实是为了谈这个代言 我相信又城对这个品牌很熟悉 千千呢很需要这个代言 虽然这次过去也有六七分的把握 但我们希望可以是百分百 你之前是一位音乐剧演员 为什么选择了放弃 国内的音乐剧现状是怎样的 你应该非常清楚吧 我并不想要放弃它 但是我也要生活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热爱的东西不一定要变成主业 像现在这样也是个两全的结局 嗯 我明白了 这个代言的事情我会去问一下的 谢谢 既然如此 那就提前祝我们合作愉快 年纪不大 烦恼的事情倒不少 啊 这阵子你的情绪很不稳定 啊 抱歉 有点私事 但不会影响工作的 啊 对了 刚刚没好问你 关于乔千千那边提出的条件 如果你觉得不妥 我们可以拒绝 那你有更好的人选吗 有实力的演员有很多 只要利益达到预期 最让可以找到更好的 但我还是想优先找到 相对可以和你志同道合的 谢谢 我看过乔千千之前的演出录像 她确实有能力演好这个角色 所以我觉得没问题 但我认为 她以代言为条件 这件事情就变了味儿 没什么好惊讶的 我们家本来就是商人 身边圈子自然也都是商人 对于乔千千来说 她用自己的专业和时间 换取我的一个推荐 这很公平 这倒显得我没什么用了 是你想要为我们做的太多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如果身边的人都有图于你 那会不会很难有一个交心的朋友 小时候 没有 现在的话 有你们 我觉得很好 你和陆维曾经是邻居 听说那时候你们关系不错 关系不错 她说的 之前他们一家跟我们家是邻居 后来有一次他们回陆宅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然后没多久 我就在报纸上看到了她父母意外去世的消息 陆维似乎跟陆家那边的关系不太好 嗯 家里的亲戚 她也就跟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亲近 父母去世后也没在陆家待多久就搬出去了 那交火身上的秘密不少 可比你想象中要危险 老师 你在哪儿呢 跟幼城一块呢 怎么了 你要是没事 要不先回来一趟 那个严寒过来了 说要见到你才走呢 你就是说我今天有事 改天吧 我说了 各种说辞都说了 他说没关系 他可以在这里打地铺 而且啊 赵总对他好像很感兴趣呢 好吧 我一会儿就回去 他人呢 在你宫卫旁边等着呢 老师 他本人真的好帅 你真的不打算欠下他吗 那你觉得严寒帅还是陆维老师帅 那的确是陆维老师 但是他们两个的风格不一样嘛 要不你现在就跟你家陆维老师打个电话 生情并茂地诉说一下你的渴望 以及签下他的好处 也许他能点头 我 否则呢 先斩后奏不行吗 那就要看你想被红烧还是清蒸了 我 我皮很厚 不好吃的 老师 你回来了 抱歉 我本来这两天想专门给你打一通电话的 你的资料我仔细看过了 你很出色 但我觉得你现在在初醒就很好 完全没有必要挑到别的公司 如果您担心的是违约金的问题 我可以全部个人支付 而且我保证不会让两个公司之间有任何的矛盾 无论是自己支付高额违约金 还是和初醒和平解决 都不是一件轻易的事 你却说得如此轻描淡写 你说你是陆维的粉丝 所以才想跟我签约 但陆维却说 你找他是因为家事 让我不要搭理你 谈判如果最基础的真诚都没有 我想我也没有必要和你达成合作 抱歉 如果不能签约的话 您是否可以让我和陆维老师见一面呢 陆维不愿意见你 严寒 你怎么来了 不是说好带我一起来的吗 你再这样我就生气了 抱歉 但这件事 还是我自己努力一下的好 你能努力得出一个结果才怪呢 就我三哥那性子 你才对不过他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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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陆维的妹妹 叫陆瑶 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了吧 我们之前见过吗 当然了 在晚宴的仓库里 你当时和秦亦然在一起 不是吗 严寒是我的男朋友 爷爷说了 只要我三哥认可了我的这门亲事 他也便认了我们的关系 但是呢 我哥觉得我还小 都没有见严寒 就直接把他拘到黑名单里 秦亦然姐姐 你这么厉害 想办法让我哥见我男朋友一面 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我觉得 你哥的想法也没错 你还小 把男朋友带回家是一件大事 急不得 这个就不劳你操心了 你就把他当作一个简单的僵义好了 你安排严寒见我哥 算是给我的封口费 这很公平 如果我拒绝了呢 那我只好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二哥了 虽然免不了被骂 但谁让我报复新墙呢 我很好奇 那天你为什么要帮我们 等睡成了我再告诉你了 好 我答应你 明天晚上让他来你哥家吧 嗯 嗯 嗯 来找我的 正好有事路过 接下来要去哪儿 回家吧 今天没什么事了 那我送你回去吧 这两天还好吗 不太好 不太好 罗姆又取消我了 鱼浪的演唱会也出了好多问题 我昨天还打碎了赫世萌的水杯 还有陆瑶 就是陆维的妹妹 她竟然威胁我 都怪你 让我变得这么悲痛 还有 我忙得经常连午饭都来不及吃 我 你们都欺负我 没事了 一切都过去了 还有张飞飞 我一直 一直都把她当作最好的朋友 可为什么会变成 现在这个样子 为什么 为什么 总要离开我 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不要抱下我一个人 好不好 好一阵没下棋了 手都伸了 光下棋没意思 要不我们加点注 想赌什么 输我梁子以内 就算我输 输的那方 答应赢的那方一件事 看来你今天是有目的来的 陆教授向来说话算话 所以这一盘 要不要下 说吧 今天来是为了什么事情 一会儿严寒会过来 这件事 算我拜托你 给他个和你见面的机会吧 我很好奇他是怎么说服你的 路遥来找了我 算是跟我私下有个交易 他去找你了 难怪 让他进来吧 陆老师 陆老师 终于见面了 我叫严寒 我的一些资料 您应该已经调查过了 所以我就不再介绍了 我是真心喜欢瑶瑶 希望可以得到您的认可 你可知道 瑶瑶是有婚约的 我知道 但陆老爷自己说了 您是唯一可以取消这门婚约 答应让我们在一起的人 所以只要您同意我和她的事情 就没问题 瑶瑶现在还太小 你们在一起的时间也不长 无论是我 她 还是你 都没办法保证 你们可以一直在一起 如果过几年 你们分手了 婚约也没了 我知道您要说什么 所以 我今天带来了这个 这个算是我表示诚意的一份礼物 等过两年我们正式订婚 我会继续支架这份合同 这份合同的签署对象 是我 瑶瑶说 陆家什么都有 自然看不上我这些东西 讨好三哥就可以了 陆老师放心 这份合同现在只有我和我父亲 以及现场的几位知道 你的心意我知道了 但这份合同还是往后推一推吧 如果你们能顺利交往一年 那我没有理由反对你们的感情 顺不说 我今天没有白宝一趟 那三哥 我们一言为定 都没有白宝一 ül 都没有白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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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合同的转度 都没有白宝一 我们只能利好 灯一顺散 东西 还有5 depending 在海线的包装 里 mam 在海线的房子